大家好 我是德哥 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他们会使用千方百计的给长辈拜年拿红包 可他们忘记了魔高一丈道高一尺 当孙岳在和一群狮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他们正聊得火热朝天 下一秒空气就瞬间安静了 毕竟尚小菊出现了 一见面就拜年 这孙岳看上去不大开心的样子 毕竟这一口一个爷爷的喊着 多少有点贵哈 可当孙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尚小菊紧接着又说 二哥马上来 二哥晚一点 这样搞笑的场面发生在德云社 还真是不稀奇 而这也让孙岳坐立不安的直接说道 可事已至此还没结束 紧接着岳云鹏正是无耻的说道 岳云鹏赤脚给孙岳拜年 威胁张赫伦没带钱就不要回来 去年春节之际张赫伦和岳云鹏正名义气大麻将 原本欢乐的场景 却被岳云鹏的一句话给打破了沉浸 虽然张赫伦第一时间跪地求饶 但他的一举一动 可被岳云鹏记在了心里 当他在此遇到张赫伦的时候 紧接着就说 这紧张的小丑都不知道怎么放了 果然近年张赫伦真的没有出现在玉云鹏家里 估计他以后去的时候也会专门挑日子吧 而除了上小区之外 刘晓婷拜年也是有一套的 在直播的时候 没有预兆地站起来就给张云雷磕头 这钱相在肾上的张云雷 也是吓得赶紧离开直播间 毕竟这钱可是不会轻易被拿走的 虽然刘晓婷的压岁钱没有要到 但他也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直播不行 刘晓婷就想到了一个招 那就挨家挨户的上门要拜年 刘晓婷过个年半年不要上班 郭德纲带头拜年 坑惨玉云鹏 过年拜年天经地义 听到玉云鹏还真的是听了师傅的话 只是可怜了他 其实不管是在得音社还是在外 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传承 当玉云鹏参加公益节目的时候 几个人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玉云鹏突然走向王迅说道 按备份您是我输啊 过年好输 红包都有红包都有 玉云鹏直接跪在了他面前 而当邓伦雷家英等众人看到玉云鹏的举动时 搞笑的一幕来了 这要红包的气势 吓得王迅也是跪地求饶 看来不管是在得音社还是娱乐圈 小辈还是有小辈的好处的 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给师叔挨个半年 半年都不用上班了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